各位好,現在是2019年11月6日 錄影時期間仍然是5日 這是以德國時間來說 香港時間,你們現在看到的事應該是早上 第一次節目呢,我想說回BNO 我相信這也是最多人會想看的 Item Rather than 華記的光頭 就是關於House of Common 在11月5日黃昏發表的報告 《外交事務委員會》 針對一些樂棍國家安排的報告 他那份報告再一次建議 Extend the rights to BNO 有些人會想說都是這樣的內容 這次有點不同 這次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就是外政大臣 這個也某個程度上 因為這些委員會的報告都是集體負責的 所以都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內政部其實對Extend BNO 的 rights 這個事情就沒有太大的反對 我相信現在剩下FCO那群 Synologists 的反對 那是最麻煩的Synologists 的問題 就是那些中國通 因為常常怕得罪中國 即是北歐 我可以說香港人幾十年來 權力被出賣的 那群中國通是要負責的 即是那群人就常常以為扣了頭 就可以保護到香港人 這個是錯到的 是大大譜的 亦都是對共產黨有非常之錯誤的認識的結果 如果連外政大臣都贊成Extend BNO 就變成這個不再是 你不能再推給外政部 傳統來說 外政大臣 在這些問題上很少發表立場 其實 但是你現在的外政大臣 他不高調 他也不是外政大臣的名義 但是你這份委員會的報告 有外政大臣的名字在這裡 這個是Current Member 那就是外政大臣認為這件事 是要這樣做的 即是他不能夠當他純粹當他 因為他議員的身份 去說這件事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就看怎樣去 implement extend the rights 那個做法 那你見到 house of common 的報告 是說 加拿大澳洲 紐西亞那個是 那一段和BNO extend the rights 是分開的 他在加拿大澳洲 紐西亞 是說的是 司法層面 因為他們和英國一樣 是有派法官過來香港 擔任終審法院 即是非常任大法官 那個層面 可以大家一起做事 即是可以 利用香港那個 終審法院的機制 去guarantee 香港人的權力 即是除非你中國 取消香港的終審權 但是如果你直接取消香港的終審權 就很嚴重的 基本上 第一就是外資失去信心 第二就是 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上是在危險 即是你直接施了 那 是不是中國 有吉市做這件事 那當然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 它下面 BNO extend the rights 是另一件事 即是你不要給那些 嚴久 那些嚴久 一定有討論到 這個又是英澳有家自由行動協議 英澳有家自由行動協議 我一向都有很大的保留 其實 原因是 英澳有家自由行動協議 你是要過英澳有家國際國會 你過得來死人了 你是爭取一些 技術的 技術 技術 而且明顯是很自私 就是為現在有BNO 大概有二十幾到四十幾歲的那班人 甚至是以上那些 即是有一些 所謂BNO平權的人 那些四十幾歲以上肯定有過我的 那些人說話很難聽的 完全是不顧那班年輕人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是 我在平權這個運動那麼久 我最討厭的是這種人 即是我知道有幾個這些人 即是他們覺得 只是給CUKC都可以 那些 你這樣說話都可以 OK 這是一個很熱狗的思維方式來的 就是見到熱狗 經常說不要支持加泰 不要支持加泰 結果給這個很妥當 那你那班熱狗是什麼人 我覺得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你對熱狗 即是你剛剛有一個 前加泰的教育部長 他現在回到英國教書 Scotland教書 現在他就要面對那個 所謂的Rupian Warrant 就是那個 通緝令 那英國警方要決定的 可不可以將他引渡 就是見到西班牙這些國家 所以我不喜歡西班牙的 不久很多 這些是要支持的 香港人 香港人要幫加泰一把 這個是道義問題 OK 搞運動 不可以經常就是自己看自己 接著不顧別人 熱狗就很喜歡做這些 假激進派 整班 不知所謂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英國有家就肯定不自實際 其實英國是 不外乎 是找一些方法去extend the rights RA 給不給 這個是會引起討論的 如果是香港的事態 短期會外化 我並不認為 一下子一步到位去到RA 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因為你看到其實科大廣明院那件事 我有留意 我還未作出評論完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critical turning point 我以為有些事情很清楚 我才會這樣說 其實 因為那個已經是一個關鍵位 關鍵位你作出評論的時候 你說的一和二是兩回事 但是如果廣明院那件事 很明顯就是 只要那個 墮樓那位科大學生 證實死亡 或者高官死亡 很大機會 會令到事態急劇激化 這個是很危險的事情 而英國國會 剛剛已經解決了 英國國會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月和下個月 開啟任何的立法 可以令到BNO即時擁有RA 因為擁有RA 的立法 一定是要經收割香港 在1985年去實現 這個是很technically difficult 所以怎樣 extend the rights or BNO 其實就是 不外乎的那個方法 要麼就是 現有的 Immigration 在Immigration Act 1971 裡面的框架下 提供相對應的方法 去extend the rights 例如 這個就很大機會 要用到外政大臣的權力 所以外政大臣說 在extend the rights 他在報告裡 整個成員應該是很重要的 是很有代表意義的 這個不是一般的報告 因為這個是代表了外政部 是外政大臣只要知道的情況 不是他不是不知道 而他要做事的時候 他也應該知道有什麼工具 外政部有很多工具 其實基本上 ROA與 現時的 那個 Immigration Rule之間 有很大的空間 正如歐洲人 在英國 他也不是 entitled ROA 的 歐洲人在英國 除非Iris Iris是唯一例外 Iris計外的原因是 英外的協議 其實仍然是技術而然生效 只不過只能在北外以難使用 亦都是因為英外協議 仍然生效 就是合併的協議 所以Iris 在英國的角度 不可以當A的人 不可以當A的人 當A的人會出事 會出事 這個整件事會失敗 它會影響整個聯合王國的正確 即是那些人很奇怪 Iris又不是 common world 因為 Iris不是英聯邦 Iris又不是英聯邦 為什麼他又會 遇到很多 英聯邦的權利益 基本上他權利益 甚至多英聯邦 因為Iris citizens 在英國本土 是當英國人處理的 當英國人處理的 不當A的人 同樣道理 Britic citizens 在Iris 不可以當A的人 A的人 Act 是不適用於Britic citizens 為什麼會出現 這麼奇怪的狀況 就是因為當年的英外協議 合併的協議 其實我不是分家的協議 而是合併的協議 合併的協議 有很多這些 條例 到現在英國仍然是尊重的 即是 除了這種情況 除了你是Iris 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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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特別 所以Iris 即使在Britic 也好 他的地位 不會在英國 其他的歐洲人進來 英國 EA Nation 和身份進來 他其實有一個 移民控制在後面 不過移民控制很鬆 他不是大家所定義的移民控制 總之你 你要有證件進來 你要 理論上 你如果照出20138 意思 就要發一個 Resident Permit 只不過英國就放棄了這件事 總之就是你本 Passport 就等於 這個權利的所在 那就是 英國就沒有再簽個 Resident Permit 即是 好像德國那樣 德國也是選擇了簡化的 總之德國就是 你這張戶籍紙 加 即是地址登記的那張 Bestad 所以那張紙不要不見 OK 那張Bestad要用是很重要的 做什麼都要拿著Bestad Be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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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我都未發得準 即是你要我把Confirmation 到處走 加你的Passport 才是一個完整的 德國居留證件 但是它也是簡化了 OK 但是原則上就是 英國是可以 impose immigration control on EA Nation 是可以被英國拒絕出境 可以被趕走 除非你是Passport Passport 他會給另外一張 另外一個 Curement 或者Certificate 總之就是 令到你在英國有5年 所以它在英國那時 Bestad 就說P-settle and Settle Status 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那個就有少少的upgrade 就是當你EU National 是一個類似British的做法 British Citizen的做法 Overseas British Citizen的做法 這個概念上面 但是 基本上 如果你當EU National 這樣做 是可以 國外立法而言 總之它要 impose immigration control 是可鬆可緊 老實說 任它解釋 總之你不要說到ROA ROA是因為 not to be deported ROA就一定不可以 也不可以隨便引導你 就是ROA是最兇的 ROA大了 但是問題 between ROA 和你現在的 那個immigration rule 其實BNO的immigration rule 是稍微鬆了一些的 因為 你短期讀書BNO 是不需要申請的 或者是一些很短期的工作 其實其實 甚至短期的工作 其實就是 很實說 如果是你不是太 要驚動到英國稅局的話 它都不會 其實 但是如果你說 這個 特區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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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友靜裏 就是警局 取得報道你 相信有些人是 在英國讀書 我拿特區護照就知道 甚至你說 criar なく聘請人 你知道 你看他現在 現在不聘請俄4 和中國 hon Before husband 應該有機會 在歐洲來講 會犯規的 因為 因為這是 nationality discrimination 有些國家其實是不給的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拿著特區護照 做Grip Lab 會有什麼東西呢? 是會的 因為你是中國人 如果你做Grip Lab 你是拿BNO 兩者是不同的 你不要拿什麼中國政府說 我知道你不承認BNO 說那幫是中國人 你嘗試拿這些東西 接著我去法定爭辯 我知道有些藍絲很厲害的 說這些 有些馬上背出來的 或者有些什麼差人在什麼什麼的 那些 我可以說 不是那一回事 BNO是英國國籍來的 很多東西仍然要受英國 你英國國籍的責任是要扶的 它不是一個藍絲證件 它是國籍 什麼是藍絲證件呢? British Protected Person就是 所以British Protected Person 每一次新的護照都很麻煩 它要有一份證明 就是你沒有其他國家國籍 每一次新的護照都要這樣做 因為它是保護的 其他變相沒有國籍證件 但是不是BNO BNO是沒有這個要求的 沒有其他國家國籍的要求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國籍的要求 如果沒有其他國家國籍的要求 就自動升級成為BC 要不就是英國用英國的方法 另一個方法就是 理解一下 BNO的EU rights 因為現在是不定義的狀態 即是未定義的 我開講的是 BNO是否是EU 是每一個成員國自己的決定 自己去怎麼看這個觀點 可以說是 可以說不是 當然 當中背後的法律 我懶得解釋 如果有人要解釋的話 我會原版講過 當然有些舊音我還沒有評論 我有一個文章寫了 可以問裡面 但是呢 你說 有些五毛想問我為什麼 不要問了 我不會回答你們的五毛 你更加不要說葉普城那些 如果讓我知道葉普城在問責任 我就不會客氣的 葉普城也偷了很多東西 我給你聽聽 這些都是混蛋 Clarified EU rights 就當是EU 這個是extended rights最快的方法 因為當是EU national 這樣住的話 它就很簡單 不然有法律 總之外政大臣是一定有辦法的 它要做事一定有辦法的 而現在其實國會的報告也有的 外政報告也有它的合場了 它用一個很低調的方法 一巴掌上FCO也沒有 但是FCO呢 再堅持現在它們的立場 就很沒用的 其實 那些外交官員 你中國通 其實它說話已經 沒有人理 你中國通的問題就是 以往扣頭的太多 以往扣頭 是有價值的 沒有所謂 是不是 你這樣扣頭沒有價值 你扣什麼出來 結果養大了中國的胃口 那就死定了 所以 所以 我相信 其實 一個 我叫做 平權中途站 其實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 外政大臣也這麼說 外政大臣也在報告 已經結束了一份報告 那你還想怎樣 那你下一步的事情 就是做事的 你記住 英國每個立法 它都有一個準備好工作的 那些說 為什麼英國不做事 做事 但是 但是 你看看英國國會怎樣說問題 就知道 Brizzet也沒搞 Brizzet也沒有搞 Brizzet也沒搞到這麼久 是不是 搞到 河雅奧走到 四個惡減民 在這裏打算 那些遊戲永遠玩不完 最新遊戲 最好一家大小一起玩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玩完 Brizzet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玩完 I don't know 你即使說 現在出了一個新議長 新議長好像是 Brizzet的問題 但是 你很多事情 你轉空子 轉了太多 還有你現在一個 Hunt Department的時候 你Speaker 做事的空間很小 其實 你不能夠 你處事不公 你也有一個限度 老實講 以往 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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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 有辦法 以後 以後 讓香港人做其他事情 當然 在英國大選 如果 你這次 如何投票 你也要問回 你 那個 NP 即是你住屋區的 NP 究竟他對BNO 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立場 是 extended rights 還是 人人派一本BNO 還是 時間 有個 有個 不同的安排 即是 你可能是 先 extended rights 然後再派 這樣 都可以的 當然時間 就很敏 即是 我也都覺得 其實 外政部贊成 也有原因的 其實 外政大臣都不是 他是經歷過 你記住 因為外政大臣是 當然 在烏干達被說出來的 B.O.C 的後代 其實 即是那一集 B.O.C 是知道 BNO 這種國籍 隨著中國國籍 日益惡化 是不夠的 其實 是真的需要一個 insurance policy 去back up 那麼 這個時候 我當然覺得 平權不是同千而降 所以 我 勸各位 有權投票 在英國投票 都是要加強和英國過於現狀 OK 即是 這是英國 你有得權的 就是英國外政 OK 我們不是華記 華記 是 no rights in anything 即是 即是 即是他沒有rights的 在新加坡 他在新加坡 他沒有人 你拿著BNO 他住在英國 我說這是什麼Visa 有權投票 你就是公民的 你就是當地人 那些五毛 不要跟我說 這些是中國人 誰跟你說的 是中國人 你嘗試在英國 光泛 你叫做BNO 光泛 半國的法律 看看用什麼 來動 BNO 是沒有中國 影史保護的 在英國 都不僅 如果你有什麼 幫中國 做間諜的 那些 半國稅 high tuition 你想驅逐出境 沒有那麼容易 我覺得那些五毛 那些 馬來西亞那些 那些 我全部都去過 如果你看到你的留言 不見到這裡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學了五毛 當招呼 當精神病人 去研究 當這些 這些 這些就是五毛 你都知道我對五毛 有幾憎恨 這些親共人士 對我來說 我是 真的不會客氣的 正如 杜汶澤 在時點三十一 不能爆粗 對著 阿叻 這種人 真是 累穀著道氣的 你給了我 我就不會想 如果對著 阿叻 除非 變成什麼 不對 就要打 那些 那些節目 那就差不多 這次 先到這裡 先